歡迎收看 我要掛 妳現在是看到妳家 是剛好猜在妳尾巴上去 妳剛剛很心不在意 我是把老大觀眾 把我的老人的房子放在這裡 打通房第二個要注意的是 格局分配 一旦出問題 恐造成沒財位破財不斷 前面叫名堂 外面叫外名堂 代表復復高升 所以它等於是有兩個前陽台 因為樓下面也算是前陽 好喔 因為是大風嗎 對啊 你們的事業 因為什麼應該很好嗎 下半年 它工作運用大爆發 上個月開始它連續 公司連續有三個案子進來 這樣 妳每天都上門說 好高喔 妳主角就好高了 好高喔 沒有 老公 我現在可以有一步用用我吧 OK啦 前輝哥 不是前假的 是公司 台北寸土寸金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呢 他們的房子可能是比較舊的 他們可能為了想要大平均一點 他們就會想要把它打通 但是打通 這件事情到底在風水上 會不會有影響 我知道氣節是一定要大平均 打得通好嗎 第一個問題 要留哪一個 對 妳還想要留哪一個 所以門會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那我裡面這個 整個樓梯的一個配置 我裡面 因為有些是上下層 有些上下層 一定想要在裡面加一個內梯 對不對 那在裡面這樣多方便啊 對 所以當我裡面連結 幾階的時候 會影響到裡面的烏雲 幾階都會影響 對… 當然第三個就是格局 我要怎麼隔 哪個房間給誰住 這個都必須要考量進去 對 因為我覺得 打通房之前事情是這樣 就是像我們本來就是單身 自己住覺得很剛好耶 可是突然就 人口就增加 你先有老公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有小孩了 那是不是我要買隔壁的房子 再買下來 就是打通 因為我們家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有感覺 委託人張家軒 三年前和老公搬到了 內湖區的新婚房 童年生下了可愛的寶貝女兒 由於屋齡是超過30年的老房子 因此重新再打通 殊不知衍生了重創事業 健康甚至犯小人的煞氣 打通房的風水之道 不外乎大門 格局分配和樓梯 究竟有哪些禁忌不能犯呢 嗨 歡迎… 一眨眼妻 七一年 你看一看 你從一個人 現在變成全家幾個人 對 我們就是 我老公小朋友 然後叫我爸爸 四個人 對 我住在這邊 這樣子 三代同康 最幸福的組合 一結婚就搬過來的嗎 算是我公公婆婆 給我們的結婚禮物 沒什麼啊 對 這邊是 因為是他們的 就我先生他也是 小時候在那邊長大 但是因為長大之後 他自己搬出去住之後 公婆婆就一樣是住在那裡 但是當我們結婚之後 他覺得 我們需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他們就把房子裝潢過之後 然後就留給我們 還裝潢過 對 因為 其實我們這個是一個老公寓 四十年的公寓 所以說有一些比較 老舊的問題 但是其實待會兒 大家進來參觀一下 你可以看我們的房子算滿新的 但我覺得舊公寓的好處 就是它坪數相當的實在 它沒有公色 對 沒有公色 然後又高 而且它的屋頂會高 我們整個空間 都很方正這樣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問題 是搬過來 對 那個 健康有一些些的問題 是你 什麼事情 不是 是我們家小朋友 對啊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在很小大概四個多月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些泌尿的問題 四個月耶 對啊 然後就是不停的 反覆發燒 然後就送住院 然後出院之後 隔一個月又發燒 就這樣子啦啦揮揮 最後檢查出來 它是輸尿管異位 所以我們就帶它去動手術 所以它到現在才不到三歲 它已經 就是幾乎 前半生都在一人讀院 對啊 所以我想說到時候 老師是不是可以替我們解答一下 這樣 這太可怕了 妳媽媽真的是 小孩一個小發燒 都已經要崩潰了 我當時真的是 每天都在水深火熱 我們一樣在三大亞處 是要門主照 第一個就是門 沒有發現超嚴重的 牆壁的壁癌 對 因為這個外面舊房子 其實舊房子不一定會這樣 主要的原因因為 這個房子它的後面 直接它是比較緊鳴三壁 對 我們後面就整片山 所以比較潮水 對 濕氣比較重 所以大家聽到 雖然房子老舊 可是因為它如果不是靠近 比如說濕氣比較重的 一個環境的話 其實不容易產生臂癌 可是你發現 臂癌這麼嚴重的時候 表示這個房子 周邊的濕氣非常的重 其實觀眾朋友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這個油氣 一旦粉塵掉落的時候 第一個會影響到 鼻子喉嚨肺部的系統 第二個可能掉落在皮膚上 有些人就會有過敏的一個反應 可是相對應的 它掉落在身體的某些部分的時候 它也有可能產生 這個細菌黴菌的溫創 我還是會建議就是可能定期 也許我花一點這個時間 然後做一些 做一下整理 對 做一些整理 跟左林右舍聊一下 因為像我們 不是說我們搬進來 才有這個問題 像我先生就是 因為他從小就住在這邊 對 他在他年輕的時候是幾歲 就曾經發生過一個 很嚴重的車禍 他跟我形容說 他就除了他自己的頭骨沒事 他幾乎每個骨頭都出問題 他是傷到頸椎 然後在床上躺了半年多 就是最嚴重的一次 然後他其實這陸陸續續 對他的那個 因為他是五指 所以他一直不停的大傷小傷都有 那其實除了門外以外 就門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為門外面 就像我們雙手環保 也許是一個碗 我要吃飯的碗 但門一進來的地方 就像嘴巴 口腔 它是容納的氣場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現在的房子 很多人買到舊公寓的時候 就會開始考慮 我陽台這麼大 我會考慮把它做一些改裝 變成室內使用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地方非常好 觀眾朋友一定要學起來 學起來成功嗎 那來看 花間緊緊緊 真的 所以一進來 因為它這個舊公寓 本來這就是一個開放式的陽台 本來是陽台在外面 然後進來也是拉紗窗 對 對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進來的我們 那因為後來 五宮湖他們就把房子整個整理 對 裝潢過之後就做了一個 就他留了一個這樣小小的花園陽台 然後這邊就變成一個 我們的室內空間 等於是玄關坐在這裡 然後陽台保留一半 對 這樣很好是不是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當然要室內大一點 所以是全部都推出去 對 但是因為陽台 前陽台代表主人的前途事業發展 如果很多人為了要方便他使用 他可能會 室內要增加一點 把整個前陽台打出去之後 推出去 那這個時候就變成外在的一個煞氣 那這個時候有時候變成說 我這個整個推出去 我沒有前陽台 我的主人的發展就受到限制 好像我原本手腳可以伸出來 被綁住的一樣 伸展不開 對 但是它也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當我在推出去的時候 觀眾朋友要注意 因為我們的房子會依照 外在的地形環境 有可能會出現問題 那它這個方法 你們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 右手邊伸出去的牆壁 特別長 特別突出來 那所以這個時候 當風從山的那一邊 吹過來的時候 就會碰到牆壁 一旦形成這個情況 有沒有發現 再凹進來 就形成一個 凹風沙 因為你如果天氣比較稍微不好一點 你可能會聽到風 會 因為我們這個在山邊 其實冬天的時候風很大 風從哪裡來 風從哪裡來 就整個方式會有鼓勵 在街上 你給我多厲害 我這樣我 還沒聽不懂 你不要撞到 臨時見明天 對 就是我們家的 其實如果窗戶打開 通風還不錯 但是就是像老師講 會聽到呼呼呼呼的聲音 就會影響一些精神的狀況 對 因為我們一般白天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因為你還在活動 所以你會覺得那種風聲 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在意到 可是當你睡眠的時候 所有的活動都停下來之後 但風聲還在的時候 有 我很害怕 有時候晚上 會聽到外面呼呼呼聲音 會睡不著 所以我其實我搬來這邊之後 睡眠品質是有影響到 可能我覺得一來就是 因為小孩還小 需要顧 然後你在顧小孩的時候 又被其他東西影響 我常常就是 睡眠不足 對 很誇張 有一次我 因為我女兒有時候半夜 要起來喝奶 那我就會 就是立馬彈起來 但是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很累 我就走到客廳 我就想說 他還沒有叫 那我坐一下 結果一坐下去 我就睡了半個小時 我就直接在沙發上昏迷 結果我是聽到他在裡面大哭 已經餓到大哭了 我才醒來 想要餵奶 趕快再去 所以妳 繼續起來要餵奶 可是妳卻在沙發上睡著了 對 變成這樣 非常的可怕 真的遇到這個 所謂的凹槽 凹風的話 會建議在凹槽的邊上 那麼懸掛所謂的乾坤台語圖 做以山倒海的動作 第二個觀眾朋友也許可以考量 就是說 類似我這樣的一個環境 因為它這個是山邊 有時候地形環境會產生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聲音或什麼 其實妳如果隔音窗 做好一點點 比如說像現在有很多 親密窗 它其實也會有一些改善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但是我覺得最棒的地方是因為 其實在現在這都市裡頭 要鬧中取經 要有一個花園 有一個可以伸展 其實尤其有長輩在的時候 這個就是應該是 他們最喜歡的一個空間 對啊 當初就是因為我婆婆 她很喜歡種花種草 所以她就一定要求要留一個空間 讓她可以種她喜歡的植物 所以我們待會上樓 樓上有一個小花園 那個花 夏天都開得很漂亮 整個整片的那個花海這樣子 一般來說觀眾朋友 可能在這個房子 我當我可能買起來之後 我要打通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第一個就是門 那門非常重要 因為比如說第一個 門開的位置如果不好 那麼房子裡頭 就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狀況 比如說第一個 門開的位置 是不能夠放在哪兩個方位 第一個叫 什麼意思 你是說是以這個房子的格局 和它的東北方的西南方 對 那因為在風景上面 東北跟西南 它基本上叫 當這條線上開門的時候 房子有時候就會發生一些 奇怪的狀況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開成這樣怎麼辦 如果真的 因為我們有遇過很多這種情況 那其實基本上 第一個考量就是 如果門開的位置是錯的 那我要不要考慮 把這個門就是改掉 換另外一個方向 第二個 有些人會開很近 比如說我門在這個地方 那我因為左邊我也買了 它要打通 它可能從前面打通 它就會這樣方便 可是又可能形成一個 回風煞 對 所以基本上來說 門開的位置 有時候就會變得很重要 了解 那如果真的 開到西南方的話 我要掛什麼 你現在是看到你家 是剛才開在我位方 不是 你剛剛很心不在焉 然後就在比 然後我家沒辦法 我是很廣告的觀眾朋友們 沒有人的房子開在西南方 好 那怎麼辦 對 好 觀眾朋友 如果真的門是開在這個方圍頭 首先第一個我會建議就是 懸掛這個所謂的小螺盤 但螺盤一般的話 通常一定要經過 真懸開方 比如說它首先第一個紙針 要先把它調整 調整了以後 然後去也許我們講說 不管老師開過 還是拿到寺廟 順時針繞三圈 但一定要記得 你的那個螺盤面 不可以朝神明的方向 回來之後 把它懸掛在那個 我們的大門的上方 就會達到改善 有沒有聽到 有 了解 還好你有問 然後我覺得再來 就是老房子 其實住很久對不對 都會很想要 不只是打通之外 就是很想要改進 對 重新做 對 而且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嗎 沒有 這個是沙發面下這裡 可是以前是沙發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然後往 對 然後往這個方向 往這個方向做 是不是以前感覺比較好 舒服 是嗎 真的嗎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你在這個位置站的時候 門口的地方一進來 所有的人你都看得到 然後電視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完全不用動 就可以掌握到 進出人的這個方向 所以以前的那個方位 是比較好的嗎 對 然後你回頭想 你現在坐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每一次開門 你一定看不到門口 對 都會想說是死回來這樣 所以基本上 它就形成一個死角 視覺上的死角 在風雲上面 當我成為視覺上死角 看不到門口的時候 就容易犯小人 當然如果可以調整回來 我覺得會比較好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 首先第一個 我可能這樣做的時候 你看上面就有一隻大樑 那樑基本上會壓住主位 但是回頭 回頭調整在那個方向的時候 電視機這種 不是人做的地方 固定的一個家具 就會壓在這下方 就不會壓在人的身上 這樣子 第二個我剛才講 坐在那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 掌握到整體全部 那當然更重要的地方是 那個地方 它有一個應該是 名材位的部分 它受到影響 你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為貪圖空間打通格局 名材位被白白犧牲 豆子的鴨子飛了 張家瑄滿是無奈 自我解嘲 它這樣子的座位其實 是會造成是扣分之外 然後材位也沒有 對 怕不得 可能有一個機會是大顛倒 如果順利的話 可以一直拍下去 沒多久之後 就發現那邊換腳 這樣就彈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對 對啊 就是要知道妳的角色 後來繼續被別人演奏 這樣妳那時候心情 就是妳知道 就去她臉書一直給人家 按 去 沒有啦 開玩笑 那個地方它有一個應該是 名材位的部分 它受到影響 你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變成它這樣子的座位 其實是會造成是扣分之外 然後材位也沒有 對 對 好不得 因為我搬過來之後 因為其實陸陸續還是有一些 工作上的洽談 那我之前就是有得到 就是本來有一個機會是可以拍戲 就是而且是八點檔 也許如果順利的話 可以一直拍下去 但是當沒多久之後就發現 被換腳 這樣 對 也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有 對 然後後來就 阿姆妳說就彈得差不多了是不是 對 對啊 那妳有知道妳的角色 後來就是被別人演奏 這樣妳那時候心情 就是妳知道 就去她臉書一直給人家按 去臉書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好臉書 對啊 這種事情 我們其實在演藝簽 待那麼久都會碰到 但小時候也覺得說很悶 因為 很可惜 沒關係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機緣 沒有了 我們也沒關係 但把自己保持好 遠遠都會有下一個好的來找妳 為我們要介紹 所以要怎麼喬比較好 好 客廳風水它基本上有三大原則 第一個就是比例大小 我們依照房子大小的一個比例 大概基本上 比如說這一層這麼大 那我大概平均我的這個客廳 要有整個房子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如果低於五分之一就太小了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說 可能會考慮到沙發擺放的一個位置 剛才講到沙發要盡量能夠看得到 門口出入人的這個動線 當然第三個就是 民財位基本上來說 你會發現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這樣走過來看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看 有沒有 就進門斜 斜對腳45度 這就是我們的 這是我的財位嗎 我好不覺得 你看它放了一個眼睛 因為這個就是我就是 但是它沒有 它沒有那個 那個兩個 手被伸出來 它沒有一個凹槽 沒有隔住 對 那一般如果它稍微伸出來 表示我這一邊 你想想看 那邊就丟一顆球到這邊 也會被擋住 會擋 所以我需要做一個像擋的 把它給 對 至少我這個 如果有延伸多長 我至少要延伸到這個期 能擋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第二個重點在 民財位是要做什麼呢 聚財 聚器 那你聚財聚器要做什麼 可能我要能夠 能夠存錢 能夠做什麼 所以它有些東西 擺放也是禁忌 比如說 它要減少藥品或什麼的 對 我看到它擺的藥品 那個是 我們家小朋友的一些 常備藥 就是感冒藥一些 所以你賺錢 可能想要止咳 然後賺錢 還來吹泡泡 還有貓咪的截牙粉 不能放這些東西就對了 了解 所以這個 可能觀眾朋友在擺放的時候 第一個 所以民財位擺放要乾淨整齊 比如說我可能炸物 就不要堆放在這個地方 對 還一堆小標的玩意 那你像你這個 譬如說錢幣 哇 很棒啊 它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可以沿燈 這些都是聚彩聚器 所以你這邊就是 原本就是這樣 然後進來馬上就是一個 三代同堂的大餐廳 沒錯 而且我們很難以之前 其實舊公寓是都有隔間 然後我們婆婆她就是喜歡寬敞 她就直接把廚房給打通 變成開放式 好 這是什麼 你看 這樣就飄一聲 然後打雷了 我剛剛有聽錯嗎 是不是 打通 打通就很有興趣了 就通了 所以妳現在就變成一個 開放式的廚房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開放式 對 因為 就是其實重新裝潢過之後 我婆婆她就比較 從上歐美風的那種感覺 對 她就覺得 開放式廚房很明亮 然後很好使用 然後有一個小吧檯這樣子 對 所以這吧檯已經 完全被站滿的東西 就是嬰兒的路 對 但我覺得還好 還好一點是 我剛剛從那個角度 一看的時候 它爐灶稍微有點被藏起來 因為這些東西都擋住 對 所以是不是好一點 沒什麼嚴重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觀眾朋友所謂的 看到爐灶 是指在大門的位置 所以如果從大門位置的話 它的爐灶 即使這邊是開放 它還是看不到 對 那這個我覺得很棒 那但是缺點就在於 就是前面因為它的窗戶 跟後面的這個窗戶 它形成一條直線 這是很基本的一種穿塘風 對 那以前在早期 就是所謂的這個所謂的房子 三合院時期的時候 有時候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他們就會在穿塘位置 隔一片這個 我們看到類似那種 水泥的一個牆板 喔 對對對 矮牆這樣 對對對 那個基本上在風水上 原本叫隱蔽 隱蔽在隱蔽 牆壁的壁 隱蔽 隱蔽原本就是要讓你在那個地方 隱蔽住裡面 然後不會讓它整個都被看到 不會直接穿到底部出去 所以一般通常設定 是在適當的位置裡頭 可以設移到玄關 或者是屏風 那麼讓前面跟後面不會直通 所以如果它這個地方 是有點彎彎曲曲的時候 它自然就可以聚氣聚長 有嗎 所以說我們家這個狀況就是 屬於漏財嗎 漏 你有漏嗎 我最近漏漏一個不行 因為我跟我先生 我們就各有一台車 可是我們大概近期內 就兩台車輪流在拋錨 對 然後很舊了嗎 沒有很舊啊 像我 因為我是開大的休旅車 那因為要載小朋友 有一次就是開開開 突然覺得什麼 越開越最近夏天超熱 對 然後就開到 大家都在流汗 然後發現冷氣壞掉了 然後衣袖花了五六萬塊 整個裡面的那個什麼 就是拆開了把整個氣 那個什麼東西 全部都 對 換掉了 換新的 然後我老公那台車就是 有什麼水箱也爆啦 電瓶也爆啊 就是一直 就是我這台修完換 它那台那台修完換 就是我們一直這樣子 最近你就是 攀了大概幾十萬 蛤 對啊 真的 我覺得 所以車子其實蠻燒錢的 如果它一直壞的話 所以你會一定要把它修好 要不然你自己是影響性 對啊 我們就是要 上班下班的時候 還是很需要 這是要做個硬幣了 所以它的問題就是打通了之後 這個前兩台穿後兩台 整個就是讓那個 一泄千里了對不對 對 對 如果兩間房子打通 它一定會有 譬如說兩個廚房這件事 兩個廁所那當然很OK 大家都可以用 那兩個廚房這樣是OK的嗎 其實兩個廁所跟兩個廚房 有時候都會形成問題 比如說原本我在進來的時候 剛好這邊這一間如果是廁所 單獨廁所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在我房子的旁邊邊間 但兩邊打通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變房子的中間 然後第二個就是 爐灶因為它在 我如果單獨在的時候 它有可能是好的位置 但這一邊原本我如果那邊也是獨立來看 它也是好的 但是我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我兩個爐灶 我要選擇一個的時候 哪一邊會比較好 這個基本上來說就要考慮到方位問題 那當然 兩個廚房公司存在是沒有問題的 最好是能夠就是只剩下一個 不是廚房不是算柴庫 原來柴庫兩個不是比較好的 對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廚房裡頭 如果爐灶越多好像越好 其實不對 風雨上面爐灶越多表示你要 還有一打通你會發現 原本可能是邊邊角角的涼 它好像變成在中間 對 其實基本上來說的話 涼的部分 只要不要到我們坐或睡覺的地方 就都沒有問題 那這一點倒是很容易解決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不能要在爐灶上面 當然不能天花板在做的時候 它會刻意把它遮蔽起來 有 我們這邊是做 整個把它做下來 因為它的那個 排油煙機的旁邊有一塊 角角那邊有沒有 突出來那一塊 它看起來有一點嫌疑 不就是涼嗎 看起來很像是涼藏在裡面 還是怎麼樣 對 那應該是原本的結構涼 那可是因為有時候 它要打出去的時候 就形成了就是OK 可能涼在上方 但是它為了要讓它 可能比較隱藏 比較看不出來 可是問題是 沒有辦法整個打掉 所以就會留一結在那個位置上 對 所以如果涼壓罩的話 是身體會有問題 莫名的壓力 對 因為主要的我們講說 罩是代表女主人 是女主人在管的嘛 所以第一個會影響到 女主人的身體健康 那衡量壓罩 主要最主要的 我想輕微就是OK 可能我也許腰痠悲痛 常常就覺得哪裡不舒服 可以去檢查 沒有大問題 可是嚴重的話 有時候就會有 各方面的問題 都出現在女主人身上 我是搬過來的時候 我有很明顯覺得 我的免疫力有下降 就比如說像我的嘴巴 口窗就一直都沒有好過 嘴巴一直破掉 最討厭嘴破耶 超痛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的 我從來沒有皮膚病 或是像那個什麼 蕁麻疹 我來這邊就要發了好幾次 就是醫生是說 免疫力下降的問題 你可能太累了 又 哇 本來是 怎麼會 這個光 光是恐 那老師我要怎麼化解那個涼呢 好 通常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可以在涼的上方 那麼懸掛 所有各懸掛一堆芹菜八卦 一堆葫蘆 那原本 芹菜的話就針對所有的涼的殺氣 比如說穿門 壓在這個爐灶上 壓在我的床上 所以基本上來說 如果一旦形成有涼的這個情況下 用青菜八卦就可以了 可是因為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健康的問題 所以民俗上面說會用葫蘆 因為葫蘆有主要的部分 是用來修兵器 觀眾朋友可以到這個 所謂的保安宮 就保生大帝 他以前是醫生嘛 你可以找醫生的這個 有醫生的這個廟 比如說 剛才講保安宮 保生大帝 神農廟 還有華陀 那基本上這些呢 你去求一下他祖爐的香味 拿一些回來 你再把它慢慢裝上去之後 再把它懸掛上去 就可以達到一定的加分效果 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房間 你那時候有什麼樣想說 要安排嗎 你的主臥在哪裡啊 主臥是在這邊 因為是有 就是有廠所這一層 對 那因為這個房間比較小 後來就把它設計成客房 那老師他這間房間是沒有住人 對不對 雖然是譬如說客房 或是可能像倉庫這樣 對 但是他有這個門對門問題 也是會影響的 好 一般來說 所謂門對門是影響到 比如說 OK 這個房間跟這個房間的 是不是會終於產生問題 對 但是如果一旦沒有出現 可能有一邊是沒住人的 那麼他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呢 哪一間是有睡的人 是睡誰 那麼大家會對睡的人有影響 當它完全是空房子 比如說這間 如果是空的 那邊也是空的時候 主人就會受影響 好 但是這個部分呢 只是單純門對門 那其實呢 它還有另外的問題 小地方千萬比方過 一個不留神恐釀成大禍 好 張家瑄為爭取演出機會 向老公施加壓力 前面叫名堂 外面叫外名堂 代表步步高升 它等於是有兩個前陽台 因為樓下那個也算是前陽台 那是大功嗎 對啊 你們的實驗 什麼應該很好嗎 下半年 他工作又大爆發 上個月開始他連續 公司連續有三個案子進來 這樣 你每天都上來說 好高 你主角找到了 好 媽媽 媽媽 這道片 有一次又用我吧 對啊 錢規則不是錢假的 是不是